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苏丹撤墙我国人民海军直接派军舰去接 反航途中第一站就去的沙特阿拉伯 要怪就怪我们的052D太威武霸气 被沙特土豪老爷们看上了 一次性要购买12艘 然而消息刚出来 美国的警告就来了 美防长表示任何国家向沙特出售武器 都得听美国的 言外之意就是只能买美国的 然而同价位的美国军舰 无论是性价比还是作战能力 和中国军舰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 沙特土豪们虽然钱多 但并不傻 其实今年2月 南宁舰在阿联酋参加国际防务展之后 就不断有消息说 沙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对052D一见倾心 放话要大量采购 这个消息的可信度 其实从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出 一是中国派舰参加国际防务展 说明我们的确已经有了 将这行过气网红上架出售的意愿 二是美国方面的态度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美防长的脸都漆黑了 5月5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沙特将从中国购买12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 美方对此密切关注 他补充称 任何国家向沙特出售武器都必须遵守有关制裁措施 显然美国这种双标的做法 已经早早让我们领教过了 不足为奇 但美国的说法也侧面证实了 沙特采购中国052D极大可能是事实 虽然美国有想要阻止沙特购买中国052D的想法 但奈何中国052D实在太香 就简单拿同价位的美国驱逐舰对比一下 这里不是捧一踩一 因为买东西本来就是要货比三家 何况是导弹驱逐舰这种重器 首先从性价比来看 中国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造价只有35亿人民币 换算下来也就5亿美元左右 虽然用于出口的052D异形可能会达到10亿美元 但要想到这是2023年的10亿美元 在2015年时 美国以28亿美元一艘的价格 向沙特出售过4艘自由级涉海战斗舰的改进型 说实话 这仅仅是护卫舰 战斗力和052D导弹驱逐舰简直没法比 052D单从吨位上就近乎是美国军舰的两倍 而这4艘自由舰的改进型战斗力 甚至不如我们的054A护卫舰 价格还超出我们军舰的数倍 所以052D型导弹驱逐舰在沙特眼中就是香波波 其次 从战斗力来看 我们的052D是052C导弹驱逐舰的改进型 不过052C放在欧洲都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更别说052D了 能和052D摆摆手腕的只有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和阿利伯克三型驱逐舰 而美国肯定是不会把它们拿出来卖的 从战力方面来看 有不少榜单都将052D排在了前十 而052D仅有7000吨排水量的情况下 与动辄上万吨排水量的大区放在一起比 属实不公平 不过 这也能够体现052D的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052D驱逐舰安装了全新的垂直发射系统 前后共安装有一个四组八连装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共64个发射单位 并且除了能发射052C的海洪旗9舰空导弹外 还能发射英机-18舰设反舰巡航导弹 英机-18是亚超音速结合的弹道 末端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 一般情况下根本拦不住 并且威力也十分巨大 而052D含有最新的电视侦察装置 配合改进俄罗斯的AK-130双管舰炮 能做到指哪打哪 我们舍得卖 土豪愿意买 敌人还急了 这买卖想不成都难 中沙两国建交在1990年 历史并不算长 但令人意外的是双方军贸领域的交流 早在建交的三年前就已经开始 而且开局就是王炸 1987年 沙特直接在中国这里买到东风3弹道导弹 2007年更是再进一步 花重金搞到了东风21 近日沙特向中国下了一笔大单 购买了四川腾顿科技的TB001 双尾蝎侦察打击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不仅拥有超远航程 高载荷 低成本等优势 还能实现自主起降 自主规划 自主导航 自主攻击等功能 是一款即侦察 打击于一体的高性能无人机 沙特不仅购买了双尾蝎无人机 还购买了整条生产线 并要求技术转让 这意味着沙特将在本国生产这款无人机 并拥有其知识产权 据悉 这笔订单的金额高达17亿美元 是中国无人机出口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 可以说中国为沙特的国家安全操碎了心 同时沙特也为中国的军贸事业大力捧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短短的33年间 两国关系从最开始的战略石油伙伴到战略友好 一路发展到了去年年底官宣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可谓跳跃时靠拢 军事作为政治的延伸 围绕其展开的各种贸易行为 自然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市场交易 随着今天中国军工出口不断走向高端化 这一趋势将更为明显 像防空系统 整箭直合成铝 神盾驱逐舰 这样的平台式单位 后续投入无比巨大 一个国家如果开始装备高端中邪 那就是拿起了投名状 已经做好了长期且高度追随的姿态 卖电核心早就不仅是实物本身 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同 以后我就是有大哥罩着的人 中国出口052D到底意味着什么 出口7000吨级大件这件事 别说放到20年前 就是放到2012年之前 军迷都是不敢想的 出口海上装备和陆军空军还不太一样 因为这是中国以前军事工业 最令人绝望的短板 可转眼如今都已经可以出口了 甚至一出口就是高端平台 其实别说是052D这样的人民海军次主力战舰 就是05CAP护卫舰 在世界上90%的国家海军里 都可以担当其舰 052D也只有少数几个不差钱 还得和中国交情好的玩家才有资格入手 大部分国家买不起更养不起 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差距 甚至比人和哈士奇的差距还要大 没有骂人的意思 这是事实 今天全球拥有顿见的国家也就10个左右 而能够拥有两位数以上的国家 只有中美这两个神仙 排在第三位的日本也才服役了八艘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当网上流传出 沙特要一口气买一达052D时 网友们那目瞪口呆的神情 这哪里是什么懂技术 这简直是要进安理会啊 我国之前出口的最高阶军舰 顶多是沿海防御级别的护卫舰 无论吨位 火力 性能还是攻防距离上 都不足以改变一个地区的军事格局 但052D不同 如果我们真将这样的硬货摆上货架 任均选购 那这毫无疑问就是当今蓝星军火圈子里 最先进的驱逐舰 一艘两艘看门无忧 三艘四艘就可以鼻子看人横着走 更别说有人一买就是六艘 十二艘 回家只要摆上 不开炮依然自带7成24小时驱逐效果 大件外销的海上装备 暂且不说带来的政治影响力 会极大增加旧霸权全球治理的成本 仅就从工业制造的角度来看 也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这不仅可以贪保我国造建的研制成本 建立更大范围的制造业标准 还能更进一步繁荣国内经济 军工造船业 具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双重特征 可以养活大量产业工人 繁荣一个主城外加卫星城 里奥宁州达利安船厂高峰时期 拥有2万多名工人 厂区周边的配套服务业全部一片景气 以前的中国海军是从列强手里买铁甲舰 时光一晃 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为他国造建 这短短的百十年间 在历史书上可能仅仅是一句话翻篇 但在现实中得是多少人隐姓埋名 前夫后妻鞠躬尽瘁又干脑涂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